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会是皇上惦记您把您给接去了吧 这种有违公归又密不告人的事 自然不是本宫罢了 这金簪子掉在井里头 自然会有人急着去捞的 咱们等着瞧就是了 皇后娘娘到 快救姐姐 主儿 陈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娘娘万安 起来吧 赐座 谢谢皇后娘娘 方才听见各位妹妹在外面聊的热闹 可是有什么趣事呀 皇后娘娘 陈妾们方才在说笑话呢 说皇上昨夜没翻牌子 怎么这凤鸾春车 却在长街上走着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原来是说这个呀 那是咱们姐妹的福气 又多了一个妹妹 跟我们作拜 多了位妹妹 方才你们来之前 皇上已经让 近视房传来口谕 南府白氏 封为梅答应 已经拨了永和宫给她住 南府 那不是 按理说贵妃应该见过 听说是个会弹琵琶的乐迹 臣妾昨日确实见了几位乐迹 其中有一位眉目最清秀 是弹凤锦琵琶的 可当时皇上 还嫌她弹得不够好呢 琵琶弹得好不好 又有什么打紧的 只要得皇上欢心就是了 乐迹是什么低贱身份 也配合咱们平起平坐 况且 现在皇上还在孝妻呢 家贵人 你言语上也该有些分寸 是 臣妾知道了 这不管怎么说 梅答应 是皇上登基之后 纳的第一个新人 只要皇上喜欢 谁也不许多话 本宫就一句 六宫和睦 若谁要是敢吃醋算计 本宫断断容不得 臣妾谨遵教会 皇上娘 刚得的牛乳茶 臣任何正好 这么殷勤 可是知道错了 尚在孝妻 儿子就纳了没答应 是急切了些 坐吧 小妻不许歌舞声色 但天子守孝 以日待月 身在皇室 更得为子孙考量 皇帝啊 你膝下唯有三子一女 事还不多 那圣祖皇帝子孙娼茂 多让人羡慕啊 儿子知道 你宫中人事不多 这除了皇后和纯贫 旅者都无子嗣 哀家不得不为你着急 可没答应这件事 说出去不大好听 册封礼就免了吧 你多赏赐他些就好了 皇娘说的话 儿子都记住了 敬意了不少啊 臣妾是有幸得皇上点拨 只是臣妾有些奇怪 贵妃娘娘琵琶记忆无双 臣妾远不能及 皇上怎么却还喜欢听臣妾弹奏 你的琵琶不算精绝 但是经过朕的点拨之后 精进不少 朕也有良师之感 原来皇上喜欢调教人呢 不过有你在啊 也不用贵妃 时时过来弹琵琶了 皇上原来不喜欢贵妃 时时都在身边啊 瞧你轻嘴薄舍的 连贵妃也敢排选 过来 你封了答应之后 还没去拜见皇后 还没去拜见皇后 等到雪庭了 你再去跟皇后 好好问个安 不必等到雪庭 皇上让臣妾去 臣妾明儿给就去 小心露华 没答应到 臣妾永和宫答应白事 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赐座 谢皇后娘娘 谢皇后娘